另外7月12日下午在位于惠提尔的爱德华中学李唐定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签约仪式 标志着爱德华中学与襄阳寺中初中部正式结为解密学校 在武汉安教美城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惠提尔学区 以及惠提尔教育委员会的多方配合下 来自襄阳第四中学初中部和第五中学的师生 共77人在爱德华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和学习 在12日当天两校正式结为姐妹学校并举办了签约仪式 此次交流活动由襄阳第四中学初中部的校长刘明伦先生 和第五中学正安斯老师带队 在一周的课程中同学们不但参与了数学物理等基础教育课 还接触了舞蹈烹饪等特色课程 以后像这样的交流活动应该会更加的多 并且我想对我们学校的品质的提升 这个文化的这个促进 两个各方面的交流 这个是非常有益的这个事情 相信这样的活动以后我们会举办的越来越多 本次的签约仪式确定了中美学校将不断开展校计之间的交流和互访的方向 并对促进中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做出了贡献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